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方有关做法是对中美合作项目正常运作的妖魔化 污名化 对此我们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他们想要的恐怕不是清洁网络 而是美国网络 不是5G安全网络 而是美国坚挺网络 不是保护个人隐私自由 而是巩固美国数字霸权 中方乐见有助于缓和中东地区国家紧张关系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举措 希望有关方采取切实行动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重回平等对话谈判的轨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